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令人震惊的话题 中国研究人员声称 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利用SpaceX的Starlink卫星来侦测隐形飞机的方法 这项技术突破了隐形飞机的防御设计 并可能为中国军方在未来的战斗中赢得关键优势 根据报道 中国的研究团队使用无人机进行实验 并成功捕捉到信号 这一切都得益于Starlink卫星所发出的辐射 他们的研究表明 这种星形侦测方法不受目标的形状和材料影响 这意味着即使是小型或隐形的目标也可能被追踪到 然而 这项技术的潜力不仅仅在于追踪隐形飞机 它也显示了中国军方如何灵活运用现代科技来应对国际威胁 虽然目前的测试仅限于低空无人机 但这无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本期的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则关于中国研究人员如何利用Starlink卫星探测 隐形飞机的最新消息 这篇报道远载于Yahoo US 并且详细描述了这一研究的背景和潜在影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篇报道的核心内容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的一组研究团队声称 他们通过利用SpaceX的Starlink卫星星座所发出的辐射 成功地探测到了敌方的隐形战斗机 在实验中 研究团队使用了一架DJI Phantom 4 Pro无人机 作为替代隐形飞机的目标 这架无人机当时在菲律宾上空飞行 而研究团队通过地面雷达系统成功捕捉到了这架小型无人机的信号 这都要归功于当时飞越该地区的一颗Starlink卫星所发出的辐射 隐形飞机因其独特的设计和材料 旨在降低其在雷达上的可见度 然而 这项研究却突破了这一防御 根据研究人员在信号处理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这种新型的探测方法不受目标的三维形状和表面材料的影响 这意味着 这套系统在探测小型和隐形目标方面可能提供显著的优势 为中国军方在战场上赢得潜在的优势 研究人员解释说 当一架飞行器在卫星和地面天线之间飞过时 它会散射卫星的电磁波 这些波纹可以被地面雷达捕捉到 从而识别目标 随着SpaceX迄今为止发射的数千颗Starlink卫星 科学家们希望利用高频无线信号中的扰动来追踪隐形飞机 这项研究令人惊讶 尤其考虑到中国对由埃隆·马斯克领导的公司的宽带星座的敌意 早在2022年南华早报就曾报道 中国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方法 以便在Starlink卫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将其摧毁 然而现如今这些卫星反而被用来协助中国军方 显示出了科技和战略思维的转变 目前这个团队仅在一架相对低空飞行的无人机上测试了他们的方法 尚不清楚Starlink的辐射是否能揭示出更大且更难以发现的目标 例如隐形战斗机 此外中国已经在其沿海地区使用反隐形雷达来识别和追踪美国战斗机 这点也需要纳入考虑 接下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篇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首先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 这项研究展示了现代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巨大潜力 Darlink卫星原本是为了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 但如今却被巧妙地用来探测隐形飞机 这不仅体现了科技的多功能性 也展示了跨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未来科技的发展或许会越来越多 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军事行动中 其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 这是中国在技术和策略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隐形技术一直是现代战斗机的核心优势之一 而中国通过这种新方法有可能削弱这一优势 在现代战争中 信息和科技的优势往往决定胜负 利用Starlink卫星探测隐形飞机 可以为中国军方提供重要的情报和行动依据 再者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 这一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一直非常激烈 而这项研究显示出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实现了突破 这不仅可能改变中美两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平衡 也可能对全球的技术竞争态势产生影响 最后 从伦理与法律的角度来看 这项技术的使用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例如 利用他国的卫星系统进行军事探测 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规定 这项技术的推广 是否会引发新的国际争端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解答 综上所述 这项研究不仅展示了中国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的最新成就 也引发了关于技术应用 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深刻思考 科技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确保和平与稳定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分析和评论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科技突破 也就是中国研究人员利用Starlink卫星来侦测隐形飞机 这不仅是科技的进步 更是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试想 若能将这种技术应用于实际战场 中国军方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侦察能力 这是多么令人期待的发展啊 楚天书 你这么说可真是天真烂漫的可爱呀 虽然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现实是 这种技术目前只在一架低空无人机上测试过 试想一下 若一架真的隐形飞机飞过头顶 还能这么轻易地被侦测出来吗 说不定这些研究只是个磕瓜子的噱头罢了 谢琪琪 你的怀疑精神是可取的 但我们的看看历史上的技术进步 当年雷达刚被发明出来时 很多人也认为它不过是个科学实验室里的玩具 结果呢 二战期间 雷达技术挽救了无数英国城市免受轰炸 就像三国演义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 科技的进步总是从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开始 我明白你的意思 楚天书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技术的限制 正如当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没能解救蜀国的灭亡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点理智和谨慎 再说了 这项技术还只是在实验阶段 连大规模应用都还没影子呢 况且 SpaceX的Starlink卫星主要是用来提供全球网路服务 现在被用来侦测飞机 这不就像拿螺丝刀去做手术吗 谢琪琪 我可不能同意你的比喻 科技的应用本来就是灵活多变的 就像古代的火药最初是用来做烟火 后来变成了战争的利器 Starlink卫星网本来是提供网路服务 但这不代表它不能用来侦测飞机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军事专家估计 侦测隐形飞机的市场价值超过数十亿美元 中国若能启动这个市场 不仅显著增强军事实力 还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哎呀 楚天书 你的乐观真是无敌 可别忘了 技术转换成实际应用 是需要时间和资金的 就算中国军方有这个技术 他们还需要大量的测试和验证 才能确保在实战中 不会出现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情况 再者 SpaceX可是美国的企业 中国要怎么确保美国不对这些卫星进行干扰呢 这不就像要在狼群中养羊吗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